歐洲人自己要先提出有別於美國的看法 而且要勇於堅持吧 你敢跟美國說NO嗎 你剛蕭茲那個樣子 蕭茲一開始只願意捐幹虧 後來還捐了那個 不是那個自空裝甲車 對不對 那後來整個風向完全都轉變了 所以你如果自己猶疑 那你沒有拿出一個明顯的有別於美國的論述 那你要知道外人怎麼是自己 好回到懷疑全世界來關注的是大陸國家主席 習近平在5月9號跟德國總理蕭茲通了話 隔天習近平又跟法國總統馬克宏通話 那會後的中方聲明裡面 習近平一樣是強調 歐洲國家要將歐洲安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還要法國警惕不要集體對抗 那馬克宏則表示 法國堅持獨立自主的戰略 也不會參加這個集體對抗 那麼習近平這波的外交初級看到先是蕭茲 再來是馬克宏 想要穩住德法兩個大國 這是代表說穩住他們就等於是穩住了整個歐洲嗎 也不是我覺得這裡面其實應該是歐洲 現在比較需要習近平的協助了 因為歐洲是眼前經濟危機 難民危機 然後這場戰爭它的長期化 對於歐洲的整個的未來的影響也很大 那我想對歐洲的兩個領導國家來講的話 他們也很怕他們長期 長期呵護經營的歐洲戰略自主 就因為這場戰爭 搞砸 把他整個打到太平洋底 大西洋底下去了 那就是說其實馬克宏代表的法國 從二次大戰以來 基本上就是一直希望把美國的力量 能夠擠出歐洲去 那一直沒有成功 那不過馬克宏不是一講歐洲軍隊嗎 那德法搞的這個歐盟 其實基本上就是歐洲自主 那歐洲人管歐洲自己的事 所以習近平講這句話 其實是歐洲人一直自己想要做的事 可是在這次俄乌戰爭裡面 他們失去了這幾件他們幾代人的努力 都要毀於一旦了 所以可是問題就變成你習近平跟蕭之 你今天希望 不 你就是說蕭之跟這個馬克宏 你今天希望習近平扮演什麼角色呢 對 你如果說是希望習近平 用這個大陸跟俄羅斯的關係的話 去施壓俄羅斯的話 那不可能的 那大陸不會扮演這個角色的 因為這個習近平我想一定會告訴你 這是你們歐洲人的事情 對 你如果說你們要希望 大家用一個停火的話 對雙方同樣就是用一樣的標準的停火 那有一個前提 就是你們不要再送武器進去了 其實這個是兩三個月前 大陸的立場就很清楚 對 說用談判來 用談判 那你一面談判 你們這邊一會往裡面送火 加油送火的話 那出來調人 你不是把調人 你不就是等於說 開這個調人的這個玩笑嗎 而且我想以現在來講的話 急的不是習近平 急的是你今天法國跟德國 對 德國人現在洗澡只能洗四個部分 對 法國人可能將來也只能洗四個部位 對不對 那英國人說燒飯 要你們不會燒飯 浪費能源的燒法不行 所以歐洲現在問題是自己的問題 是 那你希望域外的國家 能夠對他們這場 這個歐洲 在歐洲這個裡面核心的這場戰爭 能夠扮演一個正面角色的話 那他自己本身要先扮演正面角色 德國 法國要先扮演正面角色 你們只跟著美國 美國今天講得很清楚 這場戰爭削弱俄羅斯的整個軍事力量 甚至把普丁已經當作頭號敵人了 希望這場戰爭把普丁也一起幹掉最好 那這符合 如果歐洲也認為符合歐洲利益的話 那就跟美國一起做 那可是問題就是說 這產生著經濟的負面效果的話 對美國對歐洲來講差距很大的 大使剛剛講說德法也應該要扮演自己 這個重要的角色 不過從這個馬克宏還有蕭茲兩個人 同樣對習近平這樣的一個回應來說的話 委員你怎麼看 因為看得出來好像 馬克宏是比較正面回應的 我覺得歐洲人自己要先提出 有別於美國的看法吧 而且要勇於堅持吧 你敢跟美國說NO嗎 你看蕭茲那個樣子 蕭茲一開始只願意捐鋼虧 對 後來還捐了那個 不是那個滯空裝甲車 對不對 後來整個風向完全都轉變了 所以你如果自己猶疑 那你沒有拿出一個 明顯的有別於美國的論述 那你要知道外人怎麼支持你 這個不只中國啦 可能還有印度啦 因為他們跟俄羅斯多少有點交情嘛 可是你自己要拿出一套 就是說你那一套要頂得住美國 目前跟烏克蘭的態度 因為眼看著這個戰爭 烏克蘭要6月下旬才會反攻嘛 那目前也在預演中 比如說去空捨島 那也赫爾松邊境也發生一些零星的衝突 對不對 那你馬克蘭歐夢的任期 只到6月30號 對啊 今年6月底 對啊 那7月1號請問論資主席是誰 是捷克啊 捷克是反俄羅斯的 那你自己知不知道時間壓力對你不利 而且還有一點不同的情況是 下次說 他的聯合政府是包含綠黨 綠黨是很繁衷 對 那目前馬克蘭所有的外交政治 都是在他手上 讓他看未來國會選舉 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對 但是目前外交政治 都是他自己自己掌控 我相信在這次的電話 有三個國家非常非常 甚至很失望或者生氣了 哪三個 美國 因為馬克蘭沒有說 我要加入什麼反中的行動 綠台灣 因為他也沒有提習近平 或中國最近半年對綠台灣的措施 還有台灣 因為沒有提到台灣 根本沒有說要再賣給台灣獎金 對不對 嗯 其實最近從這個元首外交 剛剛提到了習近平 他這個初級 然後呢 這個澳洲廣播公司就報導說 除了習近平以外 大陸的外長王毅 也會在澳洲大選之前 訪問多個南太平洋的島國 在出訪期間呢 除了跟索羅門群島會正式簽署 這個安全合作協議之外 也可能會簽署一系列新的協議 澳洲的國防部長達頓 他就表示說呢 王毅選在澳洲大選之前 訪問南太平洋 他認為這樣的決定 顯然是挑釁 用這個provocative來形容 但是這個算是挑釁嗎 我認為現在這個 其實每個國家都是一樣 民主國家到了這個 選舉之前就跟發瘟一樣 在5月21號要投票 在那個之前口不責言 本來就是如此 這個尤其是對於中國大陸 現在只要在這個南太地區現身 他就認定他是在打算染指 只要有所作為呢 他就認為他是在挑釁 對於澳洲向來 將這個南太這個各島國 視為他的禁聯 而且動不動就對他這個 移植氣死這樣子 當然受不了這樣 但是這個對於戰略的 這個產生失誤 基本上就是三個因素 高估制低估的對方 這個對方就是所羅門 而且錯估整個形勢 今天就是對於所羅門 今天有這樣的轉向 澳洲到現在沒有去反省 人家為什麼要做這樣的選擇 而且對於美國 現在自己都要親自跳下來 澳洲也沒有反省到 美國已經認定你 你搞不定了 以前是認為你可以照得住 現在已經知道你照不住 所以美國自己要親自介入 而澳洲到現在沒有反省 他在各個戰略這個市場的排價 已經是往下跌了 而在這邊仍然在講這個話 短期之間對於5月21號的投票 很可能有一點一點的幫助 尤其是現在澳洲大選 很多負面選舉的那些文宣 譬如說投給工黨就是投給習近平 這些卡車廣告放在上面 都已經都出來了 但是在這個樣子 對於整體的大趨勢 我認為澳洲根本就沒有反省 你覺得他最需要反省的哪一點 就是要搞清楚他今天的實力 以及他這個就是說 他現在是跟著中國大陸 採取這個對抗的立場 那他不能期待所有 當他決心手上對抗的時候 所有的南太平洋的島國 都要跟隨他來做 因為大家都個人各交自己的朋友 都有自己的政治算計 這就是高估了自己 對於南代的各島國的掌控能力 所以最近越來越多人在台灣認為 剩下四個綁架國 其中一個很可能突然中期之內就會離開了 那就是Tuvallu 所以Norru還是比較親澳洲 那還有Marshall Islands跟Polau 比較親美 所以不會跟台灣斷交 但是最小的Tuvallu有可能 其實這個有值得觀察一個點 最近事實上都是五眼聯盟在選舉 英國先選 接下來澳洲然後我們都要美國 對 那你只要看他只談意識形態 那不去解決自己的通膨跟經濟困擾 都漏敗 英國就是一個例子 這是一個 你看他倫敦還輸了 那現在輪到Morrison 你有解決你的通膨問題嗎 你有解決你的經濟問題嗎 那接下來輪到拜登 但是就是拿意識形態出來 沒有用 意識形態是情感訴求 就先區分敵我 讓你不去思考 你現在面對的真正的問題是什麼 假如敢談民生議題 那表示是有招的 所以說正如我們剛才講說 是美國他那個減稅 為什麼只聞樓梯想到現在下不來 那就是因為沒招了嘛 也不敢確定 放了政治氣球呢 那回應也不讓 沒辦法去決定到底是該做還是不該做 所以只能談意識形態 所以實質上的這個民生跟生活的問題 還是最根本的啦 那剛剛講到大陸 現在也看到最近大陸對於這個 國內的這個電腦設備有要求 因為根據彭博社的報導說 北京當局5月要求政府機關跟國有企業 必須在兩年之內要換用國產電腦 然後全面貸換外國品牌的電腦 預估至少要更換5000萬台 所以就分析說中方是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 來跟美國的科技脫鉤 那另外呢大陸國家移民管理局 10號呢也以防疫為理由 要從嚴限制中國公民非必要的出境活動 來縮緊證件的審批跟簽發 那透過這一連串像台灣電腦啊 還有就是說發簽證變嚴格了 確實能夠比如說像剛剛講說硬件軟件 台灣電腦能夠去跟美國科技脫鉤嗎 這個中國的軟件並沒有統一 不像這個微軟啊或者Apple 它是有一個統一的軟體嘛 中國各家都有自己的東西啦 那這個要看中國政府能夠整合到什麼程度 那第二個它不是不准外國品牌 它是要求你按照我的規格去做 避免我被美國萬一給我斷了我怎麼辦 所以只是說你不能夠用美國那種軟體OS啦 你必須要用我中規的 比如說你HP如果願意做中規的 那也是可以來標案 所以並不是說HP不能來標 不是這意思 而是說你必須要做那種 美國沒有辦法 在萬一的時候把我阻斷的那種軟體 所以是必須要符合中方的規定 就是它的作業系統必須要維持它 它的自己的獨立性 而且讓它貨源不會斷掉 可是問題是中國的作業系統並沒有統一了 對 這是它的問題 而且它的能力也沒有那麼高 這個講實在話就是說 電腦的網路世界是個兩難 第一個你希望增加共通性 否則你有這個網路幹什麼 但是有了網路呢 這個就是又害怕被人家入侵 所以永遠是徘徊這兩個 所以你必須在基礎檔設一直保持理線 只要落後就會挨挨打 僅說簽證的簽發呢 現在是以防疫作為最大的理由 我想是防疫啦 這個是最主要的考量 因為我坦白說 我碰到好幾個大陸的網友 他們都說先撐到年底開完會再說 問題是 等到二斯拉開完再說 但是問題是西方很難批評 為什麼呢 因為過去在疫情期間過去兩年 也有西方國家才去 類似的說是奧州對不對 對 澳洲不是搶起 限制他們的公民出國嗎 所以怎麼能批評中國 最近倒是有不少人出國 去參加這個澳洲的印太國際海事博覽會 因為我們要談的就是呢 除了這個看到澳洲 他們邀集了這個40多個國家 然後700多個國防工業跟軍事代表團 參加這個2022印太國際海事博覽會 也召開了這個海權會議 大使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我覺得他如果早一點說 我這次不邀中國跟這個俄羅斯的話 他這個40多國家很多 大概就不會參加了 這種你要搞這種 你要搞這種大拜拜事 你本身要有實力 澳洲你的海軍實力 各方面的你的力量的話 那你在這個區域裡面 並不是祖島的力量 那你把祖島的力量 最大的幾支這個海上的力量 你要排除在外的話 那你這個會議的份量 本來他的重要性你會減低 因為他就是獨漏了中國大陸跟俄羅斯嗎 沒有 我想這個是有點誤解 因為這個基本上就是一個國防展 就是什麼發音堡啊 或者珠海啊 航展的 博覽會 對 博覽會 它基本上來講 它是一個就是展覽 就附帶一個會 它是一個私營的機構 叫AMDA 它現在在辦 而且它2015年辦過一次 17辦過一次 19辦過一次 然後21的時候 因為疫情 所以拖到今年的5月10號 到12號來辦 那個所有第一流的 2015年的17年19年 大陸一流的國防工業 沒有一個參加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 它只是 我認為是我們台灣媒體 在報這個新聞的時候 把它灌水灌到 就是灌的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航太展而已 就是一個航太展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繼續來關注的 就是美中的台海對決藍本 馬上回來 我們會希望資格